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情保卫战》 大家可以发送短信来谈你对每一对情侣的感受 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会挑出参与的观众做一个抽奖 获奖观众将获得由金力手机提供的和唐系列手机一部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欢迎来自真心瓜子和大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首先我们要认识的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有催眠王子之称的夏宗豪夏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黄欢黄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万峰万老师 今天我还想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用热烈的掌声送给下面我要感谢的朋友 他们是来自重庆和沈阳的媒体朋友 以及来自重庆的热心观众朋友 来 欢迎他们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请出今天的第一对嘉宾 在他们到来之前 先让我们看一看 在他们的情感过程当中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请看 我叫宋杰 我跟亚戴尔相处的曾经两年了 我喜欢胖胖的女孩 我现在女朋友说我前去有介绍给我的 在我家往的女孩这种 每个都是差不多两百斤以上的 我就感觉胖胖女孩就是漂亮 我感觉心里特别的满意 好看 后来宋杰吧 发现他又发现我在七年前 还跟一个女孩在一块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当时我就觉得这事不太逼近 因为你这个小女孩 我怎么看跟亚戴尔是特别的像 亚戴尔他一直骗我 喜欢说谎话 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他这事 那毕竟是给他带一块最前的事 我不想让他伤心 才隐瞒这个事实 前段时间呢 亚戴尔就跟我习婚 我能不能把我这一辈子 托付给他 我真的该 好好地想一想 郎来上扬啊 爱得疯狂 他们相互摘不去 情感容不得沙子 但是在我们的情感里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沙子 接下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请出第一对嘉宾朋友 来有请 男嘉宾鸭大三十一岁 来自山东四星演员 年生日十万 女嘉宾宋杰三十岁 来自山东自由学院者 年生日三万 来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宋杰有点紧张是吗 上场之前聊天就说 怎么憋得慌 让他气的 这样他有点凶闷了 又有凶闷了 说说他怎么气你的吧 他一而一再二三 他骗了 光知道就四五次了 不知道的 还不知道具体有多少 在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几件事 一个是说他有一个女儿是吧 是的 这事过去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是在他的手机里发现的 对08年的一张照片 上面写的是幸福的一家 我说这是谁啊 他说这是那个女的 丹丹的女儿 我说丹丹是个离婚的女人吗 他说不是 我说那他跟谁有的女儿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是不是跟你有的 他说我不知道 那个孩子到底是你的吗 因为直到现在 我还不敢确定 你不敢确定 因为曾经在一起 封锁过两年 一年半到两年 从后来他又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当时他说这孩子是我的 你好糊涂啊 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 因为中间你分开一段时间了 你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故意在骗你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对对 我真不是故意在骗他 如果说我如果告诉他 那是我的 那万一是不是呢 这件事你非常介意对不对 是介意他有女儿这个事实呢 还是说介意他瞒了你这件事情 对都介意 你觉得那个孩子是他的吗 是的 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那个照片很明显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基本是特别特别相像 对不对 跟他长得特别像 对 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是的 好的 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是原始照片就写的全家父是吗 是的 对 我看你在照片上挺开心的 跟你孩子亲吗 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 那这个孩子现在多大 现在是七岁 现在七岁了 对 那你也不清楚他是不是你的女儿 因为我并不是要故意要隐瞒他 任何事实真相 如果提前告诉他 提前告诉他 因为我很容易 他把事件送结 我必须把那本事给处理 处理好 你现在怎么处理的呢 我必须跟那本分手 分了吗 现在是已经分了 你竟说谎 你分了前天还发信息 说你老婆发的信息 什么写的 什么老公我想你 他给我打电话 你要不要脸 他给我打电话 我只是问孩子的事 什么孩子 孩子都少跟我 你要不要脸 他给我打电话 只要问孩子的事 每次这样问 你从来都没有承认的少 一次一次的骗 是 宋女事实 她经常会这样吗 很多 就包括介绍我们两个认识 就是这个女人吗 还是有很多 还有包括我们两个 介绍我们两个认识 那个大姐 当初介绍认识的时间 我只觉得这个姐不错 后来才知道 那个老女人是 是情人关系 比她大十几岁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按理说你不会知道啊 因为我们几个人 一起吃饭嘛 还有几个朋友 一起吃饭 吃完饭以后 那时候估计晚上的 差不多有个凌晨 一点左右吧 然后离得近的 都打算回家了 就我 还有她 介绍着 还有压带 我们三个人 在宾馆开的房间 因为我自己一个房间 我以为当时 她开的是三个房间 我不知道 她只开了两个房间 到时大约七点左右嘛 我就叫她们起床 一会儿走吧 一早 一开门发现 她们两个在一起 她们两个睡在一起 她说 那个女的喝多了 意思逼着她 跟她在一起睡的 我具体我不知道 什么事 头天晚上喝 都在一会儿喝酒 你应该很清楚 这也很明白 我就喝了一杯 我也没喝多 对啊 她喝酒 你知道吗 她喝酒 喝多不多 我不管 但是没多没多呀 没多吧 我们喝的几乎都差不多 我跟她喝的就不一样 你敢说你喝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不就还跟她们绕个人睡觉 希望她们快好醉了 不就还绕个人睡觉吗 装醉吧你 我不是装醉 当时我也没办法 知道吧 为什么没办法呀 人家逼着你没办法 是这个问题 她把小杰介绍我以后 她又反悔了 她一贯子就这样 知道吧 因为我每次喝 包括跟她认识到现在 每次喝完酒 就是你们不能喝酒 对啊 你们要喝了酒就麻烦 对啊 难怪那孩子你也不知道是谁 我就感觉你特别可笑 这个已经算有点劣迹斑斑了 还有吗 很多 还有啊 天天就是包括你白天对抛祖很累 我很体谅 晚上回家以后 一上网就开始一些女人就开始找她了 人家都有经纪人 为什么找你呀 你怎么那么吃香呢 是吧 为什么人家都找你 我只是给人家的工作方面的事情 又没有其他的 对啊 是你喜欢胖的 为什么只有胖的找你呢 怎么瘦的没有找你的呢 瘦的也有 但是很少 因为包括我那个网友里边 很极少有瘦的 瘦的我都踢出去了 瘦的你都踢啊 对 为什么特别喜欢胖女孩 反正我 看见胖的比较是 包括说话什么的 比较顺眼嘛 你现在想跟她结婚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觉得过不去是吧 是的 这脚踏 多少只船呢是吧 到底几只 我知道就三只 不对啊 你们只脚了两只啊 单单是一只 介绍人是一只 那我 我们这不是三脚 三脚关系吗 你爸自己也放在一只里了 对啊 这不算一只吗 对对对 是三只啊 看同事在哄我的同事 他肯定也在哄别人是吗 所以你觉得特可怕啊 是的 那你干嘛还跟他交往啊 他就是脾气挺好 对我一直都挺好 什么都由着我 什么都由着你 我脾气特别特别的不好 对 然后我们两个一吵架 我有的时候动手打他 你还打他 是的 我打他几下 或者骂他几句 他不管我不管手那样的 我觉得 对我还是 算是本一本顺吧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吧 所有的事都 说清楚 说清楚 因为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他 那宋杰哪里吸引你 让你觉得 一定要把这一辈子 就是他了 不管我去晚上去拍 去现场拍戏 他给我打电话 到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就知道我问是有没有吃饭 吃完饭以后 他就会在家给我做好饭等着我 知冷知暖 对对对 还有吗 还有他的那个身材 我感觉很好 在我心里 美 很美 很美 小宋你这次来 是准备说 我们就此就分手呢 还是我再观察一下 我本来就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孩子 走这条路 也就是说你说处朋友可以 是吧 但是要托付终身给他 暂时我也没有考虑清楚 不知道 对 很迷茫 是的 一个要挽回他心爱的女人 一个因为过去的历史 或者叫情史的隐瞒 而不能够谋取信任 那应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一件 进入真心丘比特卫生 宋杰对吧 是的 明明知道是一个骗局 为什么迈不开离开的脚步呢 就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就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是吗 总有着我 不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说这些话 你觉得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对吗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 首先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 允许对方一而再 再而相地三害自己的人 不算是很自尊的人 一个男人 一边写着幸福一家人 另一边 预备跟另一个女人求婚 一边跟介绍人介绍的女孩 处朋友 一边跟介绍人号称酒醉上床 这种男人 天殊地灭 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好 他对我好 什么都由着我 并不是说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 也不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我胖也不是为他胖的 我自己也在努力地减肥 我会发现所有比较胖的女生 都有个公共特质 就是在爱情中能付出的特别多 多到让我看了心疼 这个跟胖瘦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你知道胖女生更难得到肯定 一个男人由衷地跟他讲 我就喜欢你胖 你胖变成了优点 那些瘦的我还就不爱 其实对胖女人是一个极大的内在肯定 所以我觉得说 很多时候他要找的不是这个人 他要找的是一个肯定自己的男人 如果我女朋友 她刚刚说过她会动手打她 她脾气这么暴躁 如果我换做事我开玩笑 要是我 那如果她不做错我怎么能打她呢 对吗 她不做错她不一二再再再骗我 为什么要打她呢 你现在讲话包括你所有的态度 都表现出你的个性 对我是脾气不好我承认 我当然承认我脾气不好 脾气暴躁的人 一个人他就是不敢被脾气暴躁骂 甚至打他就隐瞒 但是我想说每个人都要去从自己去找 找缺点去改进 你们才可能继续在一起 如果只是骂对方 我觉得你们不用在一起 鸭蛋你知道吗 你的外形算很 爱自己 你就不需要去找这么多女人 来证明自己 宋杰也是 需要得到人家肯定 也是不够爱自己 这是心里老师给的一个建议 学会爱自己 学会肯定自己 范老师 不太同意他们的考虑 不同意 夏老师认为 小伙子自己拎不清 搞不清楚 所以他喜欢胖子 他不自信 那是没那回事 这个世界上派人 都有个人的喜爱 对对对 我太理解你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眼光 对对对 而何况呢 小伙子没必要太自卑 人家长得怪都怪脑的 人家有用啊 其实怪他怪脑的 也不是我自己的错 对呀 你说的太 对呀 不是你的错 那也不是你爹妈的错 对对呀 你还能够 你能跟刘德华 跟什么这些大明星合作过 是吧 对呀 我还没有见过刘德华 和我郭骨头 谢丁峰都合作过 对呀 所以说你有本事 你没必要自卑 你长下不是你的错 问题是你找很多年 一次脚踏多条船 这就是你的错 不不不 咱们呢 心平气和一点 对不对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爱她 对 对 你现在能不能说 真的跟她结婚以后 你别跟其他的胖女友 再来往 能不能做到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能做到吗 完全能做到 那我先问问这个宋杰 她如果真的回过了 你愿不愿意跟她结婚 不知道 我来帮你回答 这个世界 如果一个女人 不给自己的感情 画一个底线 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这个底线就是 起码要一对一 如果一对一都做不到 还是缘爱 那既然黄老师这么冲动 我就请教夏老师 为什么宋杰会这样 就是你看 我这两年我都忍了 对不对 恰恰在对方提出说 你嫁给我吧 我愿意改过 你嫁给我的时候 她怎么反而退缺了呢 她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毕竟没有是 谈到中婚大师 她觉得哪怕是玩 或在一起 她觉得很开心 但是今天你自己想想看 今天你跟一个人出在一起 然后突然我今天说 从今天起 你要跟她黏在一起 如果她今天没缺点 她一定会说好 她有缺点 她说 我会要跟这种人 能在一起吗 不会的 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前车之剑 她没有跟丹丹道过歉 她跟丹丹有一个女儿 是人都知道 那是她的女儿 她对那女儿七年 负了四年责 她认为很了不起 她跟丹丹到现在为止 还在捏捏咕咕地 发着以老婆为称号的一个姓 但她却在这里 跟另外一个女人求婚 这样一个男人 她居然毫无羞愧地 站在这里 当万峰老师 替她说话的时候 她还露出笑容 和那种获得支持之后的得意感 是谁给了她得意的权利 是你们这些 不敢对她说不的女人 不是说不敢对她说不 而是我觉得她对我还挺宽容的 对我确实挺好的 你为什么现在 你不站在这里 我敢说 因为你以前是能拖就拖 当她求婚之后 这个截止点 你的人生的停顺点 被制定在那了 你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是明白 这个男人不可嫁的 自己也在犹豫 但是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可以说回到家里 就是百亿百顺 道理都明白 想做觉得特难 是吧 有很多的害怕 是吧 有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关心和体会我 张先生做的很多事情 是错的 有瑕疵的 这个实际是让你意识到 他现在对你有这么大的愤怒 有怨气 是很正常的 那你能不能实心实意地告诉我们说 在你的这个情感过往里面 站在你对面的这个女性 还在第几位 还在第一 今天两个人都没有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 那我们听听现场的一些观众朋友的意见 来 踏浪 旁观者听 你就是同庆来的个新观众 在我眼中呢 这个鸭带先生呢 就是一个不负责任 谎话连篇 因为我特别是感觉到 就是他说那个孩子的问题啊 我觉得要搞清一个孩子 是不是自己的 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但是他一直这么多年了 那个小孩好像都七岁了 他说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就得出这么一个叛道 但是呢 对于那个宋杰女士呢 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给你点建议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你就当机立断 要么给她分 要么呢 就给她结婚 结了婚以后啊 有了法律的保障了 你都能够更管住她 所以我就给你这么点建议吧 快刀斩乱麻 对 不要再肉肉糊糊了 对 最后的决定你们自己拿 来 进入我们的黄金六十秒 我希望你原谅我的过去 而我想重新开始 希望你能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现在就想回去好好地减肥 瘦下来 然后呢 我再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 到底该怎么做 该怎么办 没了 没了 为什么要减肥呢 不想这么胖 我不可能为她 一个人喜欢 我就这样胖着 因为我现在身体 本来就不大好了 减肥主要是为了身体 是吧 是的 这算是一个内心的表达了 我要再考虑 现在我请两位走回到原谅 来 请关门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还看好这份感情 你们就选择让他们订婚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感情 真的你们不看好 那你们就选择让他们分手 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现场23.40%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订婚 70%多的观众朋友 就一点都不看好 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 来 一期数五个数 5 4 3 2 1 请开门 觉得 失望吗 其实 虽然失望 但是我就 必须要改变我以后的习惯 要改 对 我要让他看见我 就是重新开始的我 这是一个新的 完全不同于 他过去认识的你 对 然后开始追他 对 对我自己有信心 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 对 他刚才说我要减肥了 等他真的减下来之后 你还爱他 但是我现在对他是有感情的 爱的是他的人 爱的是他的人 也不只光只是爱他身材 面对镜头给你提一个 最好改变的一个要求 好不好 其实老师们都说过了 像过去那些 你们没有理清关系 在自己的情感当中还纠缠的女人们 和那个 你应该知道她到底是不是你女儿的那个小女孩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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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说过结婚然后让我先回去准备 就结恩恩婚就继续回来 还在地铁里唱歌 这你不能接受是吗 对 我接受不了 如果他就坚持他这个的话 你会怎样 他要坚持的话 我想可能就会放弃吧 可能就会放弃 小夏我看你在那个小片里面 说到曾经有放弃生命的念头 是吧 是因为他的出现 使你重新找到了一些东西 没错没错那这样的话就踏踏实实的跟他结婚咯 是这样 我呢是一个音乐人 自由音乐人 音乐对我来说呢 跟生命一样 从小的时候 我家里就很穷 我父母离异 然后呢上小学的时候就爱人欺负 只有音乐才能让我 让我感受到那份解脱 把心里那些所有的压抑啊 一些东西全都解脱 就那以后他爱上音乐 然后呢 我拿着我奶奶的养老墙吧 一万块钱 那是我奶奶咬着牙 从牙缝里长出来一万块钱 去上北京 然后呢 我就去报了一个学校 我没想到 那学校是真的 但是我报名的那个 接到我两个人是骗的 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说 我拿着一万块钱 去先学校报名 然后呢 第二天跟那个 跟着他 跟着老师去学校 然后就是北京 也就受骗了 我回家也回不去 我只能背着吉他 在北京开始卖唱 说下来 其实黄凯老师已经在质疑了 爱情有关的部分 一点有没有听到 你去来这里挽回爱情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 我要跟我的女友说 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你爱我 为什么不能为我放弃唱地铁呢 跟乞讨跟卖艺有什么区别呢 乞讨跟卖艺怎么适宜 能适宜 相提并论呢 大家可能对这个地铁歌手 没有什么印象 他说他曾经放弃过生命 有一些人都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看 要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什么样是地铁歌手 或者山伯岩现在存事的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由我们歌了 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 名字叫大雁北飞 有一位名叫善伯岩 山伯岩的原创歌手 在他的博客中留了一份遗书 山伯岩将遗书挂到网上后就消失了 他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据警察介绍 山伯岩是在延庆松山的一个山沟中被发现 被警察从山里救出的山伯岩躺在病床上 两眼暂时性说明 现在提问他出声 错提问还没有 行了 先让谢会儿问这些 非常谢会儿 山伯岩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自杀的呢 人家骗了吗 我挺生气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起我都过去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起我都过去 在北京床 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苦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想起到山里边 我就自杀算了 买了四百二能药 买一百二十条 然后八十条 然后就前十了 吃完之后 然后我就从山上刷下来 然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挺痛苦的 后悔自己自杀吗 幼稚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后悔药 但是经过这件事呢 让我认清了一点 我为什么要自杀 坚强地活下去 走自己都挺好 你看你这个自杀呀 被骗 其实跟你爱的音乐都没关系 你说了一堆 其实你爱的音乐 跟这个女人也没什么矛盾 她就是喜欢她的音乐 然后写你的歌 不喜欢我 不是挺好吗 你说的话就不对 我怎么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今天我就不会来这个 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你可以为我放弃一切 但是现在呢 我想只想让你跟我回家 平平平平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为什么就不能呢 平平淡淡日子是可以过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有个理想有梦想的人 理想能当饭吃吗 咱俩在北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你不知道吗 你给我说说听听好不好 每天遇到好几千人你知道吗 什么眼光都有 什么样的都有 说什么的都有 还有很烦你那种 然后还会经常地被别人说骂 等于她唱歌你说起来 对 我感觉作为一个女孩子 在地铁里唱歌 我想在座的所有女孩子唱歌 她们都会受不了 女孩子本来就是要面子 你也唱 对 我不唱我收钱 有的时候不会哼哼几句 为什么北京有那么多的酒吧 什么都需要歌手 没去试唱过吗 他不去 酒吧呢 就是去的人呢 他只限于自己去喝酒啊聊天 他不会专一地听你去唱歌 就因为你唱得好坏 唱的是什么 他们都是 那你想没想过我呀 你光想别人不去听歌 那你想没想过我 我怎么不去想你 你怎么想过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没有能明白 我的意思是 我们家穿了三代 就从我这代开始 我想改变我所有的家庭的环境 你要干嘛呀 就要出人头地 要出名是吗 没错 我的意思就是想把我自己的原创歌曲 唱给大家听 把我自己的 这些倾心经历 所有的心里那些想法也好 但是你知道他们是他们在听的吗 毕竟我奋斗过了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成绩了 你挣到一分钱了吗 钱 你奋斗几年你先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不努力奋斗的话 你上哪来有钱呢 你让我还还要等你几年 你就奋斗了很多年了 小山道里奋斗了几年 十年 挺不容易的 小沈你为什么哭 我想跟他回家 我想让他跟我回家 但是 他想在北京 我每天都是硬着头皮去上地铁 你知道吗 回家可以 但是回家你干别的还得从头再来 从头再起 因为我已经奋斗了十年了 跟我在一起也是从头再来吗 十年啊 我在北京吃过多少苦 你光想你吃苦 你想不想过我的感受 如果我要真的是 咱不说大红大紫 如果有一点成绩 咱们日子过得会不好吗 我不需要 我知道平平淡淡 我知道 不缺 但是我过去受的那些苦 受人的一些那些歧视 但是你知道我在家里是什么样吗 我为什么让他们瞧不起我 我在家里是什么样呢 我虽然是 我跟你上北京来 我没吃过什么 没吃过什么 我没得到过什么福吧 我跟你去唱地铁 我以前一个月可能会买好几次的衣服 但我跟你去北京以后呢 你给我买过衣服吗 不是说没有 我不舍的 那就应该更珍惜咱们俩现在的生活 我不想要那种生活 因为咱们俩想要结婚 结婚的话你就跟我回家 咱们俩做点生意 在北京真的不好生活 我最后我最后问你一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听专家意见 你是喜欢音乐 还是喜欢 音乐可以让你出名 我是喜欢音乐 喜欢音乐让我出名 喜欢音乐的人 并不在乎在哪里唱歌 也不在乎在哪里写作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对吗 没错 那可以回家哦 为什么谈大红大紫 为什么谈想用音乐来改变命运 我只是想知道 音乐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 还是我真的爱音乐 两者都会有 可能是爱音乐比较多一点 你觉得娶一个女人回家 什么是她的幸福 两个人在一起快乐的生活 那她这样跟你快乐吗 我知道她现在 暂时是不快乐 但是我会让她快乐 行吧 只是就是时间的问题 好 我们听听专家老师 有什么想说的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心秋比特奔卷 你们有一句话说 我的梦想是音乐 允许我改两个字 我的自卑是音乐 做音乐做到去自杀 那谁还敢追求音乐啊 我不是做音乐做到自杀 但你最后就事实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说你是个有理想 有梦想的人 你说你努力奋斗 我看的恰恰相反 你说法 你说 你说 我告诉你什么是成功人士 OK 成功人士 你说你不愿意去唱 那些 去酒吧里唱 你知道 我知道一些歌手 酒 陈森 章语 伍白 新乐坛 黄小虎 都是从酒吧出来的 连周杰伦都唱过西餐厅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努力 比你还努力 任何机会他都抓住 而你呢 就坚持在自己那崇高的那种 自我固执的那种 叫做ego 自尊 OK 我就是要这样子 不合我意的 我不干 你有很孤独的高傲存在 这个不叫努力 这叫固执 真正努力的人 是愿意放下一切 去追求一切 去成就他的音乐梦想 我没看到 我只看到你的固执 我不这么 你当然不这么 所以你今天十年还在这里 真正努力是能屈能伸 能放下 这才叫努力 如果大家都说唱酒吧 能唱出来的话 大家都可以唱酒吧 唱地铁几率比较大 那请你告诉我 唱地铁出身的歌手有几个 你随便讲几个 没有 不是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人无我有 我就成 你有没有想过 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歌给你钱 有多少人就像你的爱人默默在你身边 觉得你们可怜给你钱 很多 真的 很多人在地铁里唱歌都够故障 其实钱都不重要 OK 我觉得我们已经偏离了主题 你在哪唱歌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今天来干嘛 今天来我就告诉他 我爱他 所以 我是来劝他 我是来告诉他 我是爱他的 所以 我不是为了音乐 能 那你爱我你就跟我回家 OK 能听我说吗 我刚刚替你总结了三个词 第一个词 脆弱 没错 我确实有的时候很脆弱 脆弱的你 既不能接受社会的一两次打击 也不能忍受爱人的离开 你用什么体力去顽强你的音乐梦呢 这是第一个 爱人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 你爱他 你为他做了什么 在所有的故事里 我只听到他为了你 他为了你放弃了美丽的衣服 他为了你放弃女孩子最要的那个面皮 他为了你 直到现在 他都在他对面哭泣 有梦想的人绝不止你一个 但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让自己活下来 我们要保障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 能够为我们放心 我告诉你小伙子 我理解你 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每个人的认定的路也不同 对不对 他认为你现在路就是死的 就错的 我倒不这么认为 您的观点也是 我的认为是 你只要认为我就是 我就是认为我喜欢音乐 你认定了 你就去唱去 那不是常有的事 那是你认为不是长久的事 我认为什么呢 小伙子 你是不是非得没女朋友就活不下去是吧 你要是认为音乐大于 目前助于我的爱情 那你就按照你走下去 姑娘离开就离开 对 你不能啥都要 其实说白了就是 唱地铁有没有错 唱地铁没有错 没错 但是 对 你要求他跟你一起唱地铁 他不愿意 那就有错 这个事就错 那就错 明白 我现在跟他要澄清一句话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一个婴儿一样 会爬 爬的过程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长大了 我刚会走 马上就要跑了 为什么让我放开 爬了几年呢 爬了十年 我刚站起来刚会走了 我多大了 会走的时候就会跑 我多大了 小伙子 你不用比喻那么多 我告诉你 你认为你的成长 正在逐渐长大 壮大 前途光明 那你何必拘泥于他呢 在我最低谱的时候 他 好 我们先 我们不要争执 说这个 家里面有人要说话 我们一起进入到 踏浪 旁观者清 我是山梅言的母亲 您对他们现在这个问题 怎么看呢 我呀挺姿势我儿子的 我儿子特孝顺 他喜欢音乐 我当母亲的特别知 就是说您希望 这个小沈跟着你儿子 继续在地铁里唱是吗 其实我儿子搞过 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也希望我儿子回家 好好过日子 我是沈宁母亲 起初他俩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不同意 因为我这个六十年代的人嘛 我以为就是说是 卖唱也好 就是 卖艺也好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就觉得好像不靠谱嘛 从他俩接受以后 我这女儿我管不了 其实说 直到现在 我对他俩的婚姻 我不同意 我想让我女儿找一个 就是说靠谱点的 能养家糊口 就是说是生孩子 女儿的幸福 也就是我的幸福 我女儿过不好 她又不幸福 我做一个母亲 我肯定也跟着不高兴 就是这个 听到未来 听到 好 小夏你看 其实沈宁跟你在一起 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知道她为我付出了很多 我妈妈一直都反对 我在家里做了好多工作 其实她都不知道 但是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真的是想结婚了 但是结婚了 她真的不跟我回去 说回去还是要 还回来唱地铁 我想问伯彦一句话 因为我刚才听到妈妈说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那我让你请问你 在这些年来 你寄了多少钱回家 请听实话吗 实话 一分钱没有 OK 请你 真的 请你要觉醒 哪怕就真的笑字 请为了你母亲 你看看你母亲站在这里 请为了你父母 哪怕为了父母 卑躬屈膝的 有怕我也唱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必须先学会生存 然后才能学会爱 如果你连爱和生存都不懂 你唱的歌里 有什么内容 我在座你们也没看见 OK 那我问你 十年 请问你 你妈妈还有几个十年可以等 先不要说你老婆 她今天可以不跟你 你父母总要老的 总要靠你吧 他们有几个十年呢 小善其实就是今天 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 在你自己的理想 和你的爱人之间 要做一个抉择 来 黄金 请问 你还记得咱们写的第一首歌吗 记得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 把这首歌唱给你听 让你知道我还爱你 我也希望你能 跟我在一起 五月九号的那一天 你我第一次相见 你那迷人的双眼 时间刻在我心田 也许是上天安排 也许是命运主宰 你我相遇茫茫的人海 注定我们在一起 深情握住了你的手 厮守拥紧我心头 缘分让我们拥有 拥有天长和地久 心会跟爱一起走 海角天涯不分手 默默真心为你付出所有 相爱珍惜到永久 对不起 时间到了 我想让你 我想咱们俩的爱情 能够体久天长 我想让你陪我到最后 走到最后 我真的累了 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我非常 我心里非常的难受 其实我想有一点 小杀应该弄清楚 今天在座的三位专家老师 没有一位说 理想 现实和爱情之间 是冲突的 是你自己没有把梦想 或者叫理想和爱情 这个关系协调好 才能是吧 如果好了 你心爱的女人 怎么会在这里落泪呢 来 两位请回到你们 来的原点 好吗 来 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订婚还是分手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 请选择 百分之五十三点五七对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 这是订婚和分手的比例 让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凯隆凯隆凯隆眼镜 七星年下节更精彩 要宝宝学得更多 头脑和健康一样重要 安儿宝A家 有原配方四倍以上DHA 还有健库配方 宝宝健康机灵 学得更非凡 美赞成A家抑制计划 送早教专家建议的 全新抑制玩具 让不同阶段的宝宝 编玩编学 激发无限潜能 新促销开始了 美赞成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三 四 三 三 就是爱一爱你 不去不离 不在意 一路有多少风雨 就是爱一爱你 什么呀 他跟你俩 其实都是真心的 如果要今天这个结果 你就得好好给他幸福 你好好地创未来 你放心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接着陪他唱 真自私 来 小花总有请 对于我的自私 跟你说声对不起 但是我会说 是你最大的努力 我肯定会让你做成 幸福的生活 你放心 我爱你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 订婚钻石 还要感谢金敏音乐手机 为订婚嘉宾提供的 合唱系列音乐手机一部 来 恭喜 小莎 这么爱你的女人 希望你能给他幸福 来 接会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看到 这样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短信互动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 金敏手机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对年轻人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态度 我是一个中国汇血 母亲是俄罗斯人 父亲是典型的东北人 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 父母离异 也就一直在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 刚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帅 然后跳得特别好 时间长了以后 也没有谁说 谁跟他在一起 就终于自然的了 就走在一起了 终于感觉到那种 可以有被人照顾的感觉了 有一天 我跟我的姐妹 去西大逛街 我就发现 她跟一个男孩走在一起 这六感 我真的觉得 她跟那男孩关系 挺暧昧不一般的 因为我是做化妆机行业的 然后自己的打扮也比较中性一些 有一些好朋友也是 就是说 可能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会搂搂抱抱啊 亲亲我我那种 吓闹 就因为这个被我女朋友小宝知道了 有一些误会 我就给她 她短信拿 我说 可不可以 放弃 不要跟其他男孩搞暧昧 然后跟我在一起 她姐姐说 你得你跟她分手吧 我也很觉得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 虽然说 我们两个现在是在一起 但是感觉就像地下恋情一样 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因为我的职业就对我有偏见吗 这样的偏见会影响到我们的爱情吗 其实已经影响了 因此他们来到了这里 来 掌声请出 这对主人公有请 男主人公浩浩二十五岁 来自黑龙江化妆师 本科学历年收入八万 女主人公甘小宝 二十三岁来自辽宁美术 本科学历年收入五万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要不说你是中俄混血 我真的看不出来 那很秀真啊 还好吧 其实个子比较矮一点 怎么来店呢 就是当时我就去夜店玩认识了 当时觉得挺帅的 跳票很好 然后我就主动管他要个电话号码 然后之后就是经常出去玩吧 然后后来我俩也没有说 谁先说开始在一起 就自然就是就让我玩出去什么怎么样 然后就在一起了 你刚才在那个小片里面说什么地下情压力很大 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做化妆这行业的嘛 然后比较中兴一些 他们家里的人也比较反对我做这一行 然后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家人为什么反对啊 因为他说化妆 说那个造型做化妆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太暧昧不清了你知道吗 你指的暧昧不清是指什么 说好一点他就是挺开朗的每个人 所以不然他太花心了吧 你抓了什么证据说我化心了吗 我做这一行 我做这一行 春天接触的是模特 接触的是演员 接触的是艺人 所以他害怕呀 但是他在剧组里接触的也是这些人呢 而且他经常会去跟导演啊 编剧啊 制片人去应酬 我都没有说过什么 你在剧组里做美术是吧 做美术跟艺人经纪 那你希望他不做化妆做什么呢 换一个他其他喜欢的 我会安心一点 那我想知道 我换一些其他喜欢的 你能告诉我我去换什么 我做了化妆做了六年 做了六年时间 刚刚小有成绩 然后你要我去换其他的 又是从头开始 难道你要跟我一起接着吃苦吗 就是你工作上是可以这样 但你要说如果他是男朋友了 然后他多少会有一些那种不舒服 我知道是不是觉得有点女气 用咱们的话 对不住啊 没关系没关系 是这意思吗 对 那我想知道 你当初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你说过你喜欢我做化妆 你喜欢我做造型 自从你家里反对之后 你就让我去改行 我想知道你是喜欢我这个人 你还是喜欢我的工作 为什么出来两个结果 你喜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但是我想 你喜欢为什么不可以改变呢 那我要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非得为他改变是吗 我喜欢你 你要让我去当医生的话 我是不是还要从考大学去做医生啊 你家人 我想知道什么能给你带来幸福的生活 是一个人重要 还是他的工作重要 你跟他 你跟他这个人结婚 你还要跟他的工作去结婚 去过日子 你还喜欢他吗 现在 你喜欢他什么呢 我估计可能他要不做化妆 你还真就不喜欢他了 我喜欢你 我没有让你去换工作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你是回去去让我换工作 你们家人想法 除了这个想法 还有一个想法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什么想法 是 我承认我父母从小就离异了 我跟父母没有联系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爷爷奶奶 你要真的跟我在一起了 你要照顾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浩浩你父母你都没联系啊 对啊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 那你见过他们吗 见过差不多能有两遍吧 那就是爷爷奶奶把你带大的时候 对 有这个原因吗 就是进门之后可能面对的不是公公婆婆 还是爷爷奶奶 我父母可能会考虑这一些 但是我没有想太多 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但你也知道家里面压力很大 但是我确实很想跟他们在一起 就不能为我妥协一些吗 如果说我这次为你妥协了 那我想知道以后我是不是还要去妥协 难道我这一辈子 我都要为了你妥协下去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先把家里稳这样再说 是 现在是把家里稳住了 那以后呢 当初家里把你叫回 把你接回去 我在大冬天的 我在你家的楼下 等了你整整一天一夜 什么叫家里把他接回去 什么意思 我两天闹矛盾嘛 然后我跟我姐聊天之类的 然后我姐挺不开心的 她就说你不要找做化妆的男的 毕竟跟我妈说了 我跟家人说了 说了以后然后就让我回东北 你追到东北了 对 然后就在楼下等一夜 对 这多男人啊 但是她的父母包括她的姐姐 就根本不喜欢我 就是她的家人不接受 对吧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 让她换职业的目的 是为了应付你家里人 并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 觉得她的职业不好 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然也想让她真正的 去把这个职业换了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职业 也是有成见的 对吧 也有 对 OK好 这是一个大难题哦 不知道今天的专家老师 会给出谁怎么样的意见 来 进入到真心丘举的文件 性格其实不容易改变 我觉得更多是采取一个 接受的态度 就她这个工作而言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因为这是特色 你知道做这 做艺术的 或者这种 有跟没有关的 越是中性化的人 做得越好 所以我就怕她越来越 往那边偏走 但是这没问题啊 你知道吗 像我 像平常帮我们化妆的 大部分都是女生 可是真正那些 品牌 化妆品牌 真正的首席化妆师 大部分都是男的 而且很多男的 也是有点中性化 OK 这恐怕恰恰是她的担心 可是我觉得这没问题啊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说你一句话 当你选择了一个职业的时候 你选择不光光是一个职业 同时也选择一个 生活风格 她是跟着来的 对 万峰老师怎么看呢 哎呀真是 现在年轻人的选择太多 你们前后认识多长时间 一年多 才一年多 一年多就可考虑那么多啊 就想那么多了 非要她顺着你啊 其实万老师 我之前我也想过去 同意她的说法 我曾经 我从她东北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 都换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她的压力很大 我不想她有任何的压力 我想她把这段压力放下 让她找一个 家里能不给她压力的一个男人 也就是说你主动跟她分过手 对 那你换了联系方式以后 她又怎么找到你的呢 之后是因为一个朋友 我们有一个朋友 看到我们两个这样 就还是约到了我们 在认识的那个酒吧 碰到了一起 又把我们两个约到了一起 当时就是看到她的时候 就是没想到 我会怎么再见到她 因为她手机换了 我跟她连续不上 然后后来本来想走 很尴尬 然后我碰出 都来一起玩吧 然后坐下 坐下来我们就 想到已经很多 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就是想再努力一下 你们俩这个细节 正好是回应了 万峰老师刚才提出的 这个问题 对吧 还很年轻 需要多观察观察 是不是很着急的 就要走在一起 如果发现 真的发现问题了 就问问自己 可不可以接受这些 如果可以 那我想所谓的工作 不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 踏浪旁观者听 今天双方就来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很有意思 是撮合他们在一起的是吗 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我叫苗苗 苗苗好 对你好 从一个朋友的角度 你觉得小宝是在乎他的职业 还是在乎他的一些行为处事的方式 说心理话应该是处事方式而已 看到他比如说和一些女生很亲近吧 然后和男生也很亲近 这种 然后被他姐 他和他姐姐来说 然后姐姐就特别的不喜欢 后来因为这个嘛 就是说 凯文也是改了很多 所以现在感觉是 现在完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也是为了小宝改变的非常多 他已经为你们小宝改变了很多了 对 那他还不知足 那你还要人变什么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变的 我想知道你想要我怎么变 变一个人吗 你姐姐给你打电话 不让你跟我在一起 是你姐跟我出对象 还是你跟我出对象 是你姐以后跟我结婚 还是你跟我结婚 那你这不为难我吗 你有换个方位去思考一下吗 我没有吗 如果说我要是你呢 你现在让我换工作 你就是在为难我 我现在靠的是化妆吃饭 靠的是造型去吃饭去生活 我还要去养我的爷爷奶奶 我还要去支撑我们那个家 你要丢掉了一份工作 去找其他的吗 你可以换其他的工作 来来来 我打断一下 我说白了吧 你们俩 小宝就看不惯他 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派 你要求他改变职业 就希望他能改变他的做派 可能吗 我觉得他不容易 真的 我觉得他至少靠自己 然后努力拼搏 很不错 你应该给他举大拇指 而不是说你换个工作 我觉得你们俩分手算了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不配 特别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站在一起都不合适 身高也不合适 形象也不合适 你敲着桌子干嘛 他如果有个字那么软 我也起起哄 如果分手 人家一起哄 你就分手 那你就分吧 早点分算了 你在折磨人 黄华老师其实 就是在模拟 你生活里面的 另一部分 生意 对 没错 他是说 就分了算了吧 外形不搭 那可能别人说的 不是外形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手法 别人说的是其他的东西 他做音化妆 是没有多大出息啊 对不对 你们那圈子里 有多少多那种不错的 事业有成的男人啊 那你可以有其他选择啊 所有说的都供两位参考 如果想好了 就把心里话 说给对方听 来 让我们进入 黄金 听我这边 老板 说实话 我对你的感觉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我会一直照顾你 虽然说 我可能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买房 买车 但是我最起码 我能给你一个幸福 我只有一句话想说 小宝 我爱你 原来记得 我们在酒吧人事宝 我记得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去 那个夜店 那个场景 里面有很多回忆 里面有很多曲子 其实我做了很多 我也是为了我的家里人 我不想放弃 但是 我也不想让你改变 这个工作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 我想我还是 考虑我父母的感受为主 我不想他们伤心 但是 我还是很爱你的 好好又一次地 流下了眼泪 不知道这个泪水是 为谁而流 两位 请你们回到 你们来的园顶 谢谢 谢谢两位 请 好 请关门 当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 会有奇迹吗 现场的观众 请拿听你们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 觉得他们是该 订婚继续往前走呢 还是不如现在就打住分手 以免以后会更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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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